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况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主 祢是我坚固磐石 全能增神 早晨让我们来到祢面前敬拜祢 为难领导我心靠祢 甚至祢比领我渡过 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 有祢同在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的母者 我所依靠 每个月 每一天 我祝祢永远在身边 祝祢永远与我同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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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建立 你的建立从昨日到今日 一日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向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天固盘旬 却能坚持 我敬拜你 为难领导我心靠你 甚至你必领我度过 你心事为我坚持 到最后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个夜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跟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 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好的方向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坚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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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夜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每个夜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坚固盖 你的坚固盖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向 你去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坚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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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让我们永远信靠祢 因为祢是我的主 主祢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依靠仰望 谢谢耶稣基督 听孩子的梦 感恩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诗歌里面 我们用这首诗歌敬拜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在危难当中 我们信靠上帝 因为祂是我们的磐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 每一次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反应 是打电话 寻求专业的资源 还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会赶紧跟上帝 诉说我们生命内部的焦虑呢 我们的第一反应 是最诚实的 我们立刻的反应 下意识的决定 是要找人 还是找上帝 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 预备许多的环境 那也是祂工作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心中知道 我们真正依靠的是谁 在今天 我们要进入先知纳红 他整个服饰的旅程之前 我要邀请弟兄姐妹 能够有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帮助我们 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里 我们都练习一件事 我们的第一反应 寻求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第一盼望 转向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第一个咨询的朋友 转向我们的上帝 我们同生同心 为我们的内在的灵人祷告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我们都转向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祢 谢谢祢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操练 我们可以操练转向自己 转向世界 转向朋友 还是转向我们 专门一次当操练的功课来临 主要恳求祢吸引我的心 让我能够马上的想到 单单的定经理 专心的仰赖 谢谢祢 谢谢祢 主 祢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主 这件事情 要成为我们一生之久的操练 在顺境的时候 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都如此的定睛在祢的身上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像是先知纳红一样 在一个充满挑战 混沌的时局 祢因为看见你 就了解你在整个事局变化当中 你的心意 祢的盼望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 祢的盼望乃是来自于你 很求祢在今天 透过纳红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在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 先知书关于这个小先知纳红 在纳红书里头 主要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部分在歌颂上帝的伟大 而第二个段落在谈论 当时候一个巨大的帝国 亚述 它的首都尼尼威 即将要陷落的光景 如果我们从当代历史学的研究来看 很多对历史的分析 已经渐渐地不再谈宏大叙事 所谓的宏大叙事就是 谈大的历史 从一个朝代到一个朝代的历史 从一个国王到一个国王的历史 当代的历史学研究 更多把焦点 因为口述历史的 慢慢的蓬勃发展 这个研究法的心情 会看到很多的历史 往拜官也史 往人 往市井小民 往许多边缘人的眼光来集中 因为他们认为 在大的历史脉络里 有很多关于君王的描述 都是历史学家被皇室所收买 只能写跟国王有关 而且是正面好的事情 不论历史的发展如何改变 怎么样把焦点 从充满了权力的痕迹 那种大历史 转向市井小民的历史 人在看待历史 常常会有一种 一代过去 一代兴起的无奈 看到自己的这一代 即将过去 下一代即将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充满了忧伤 看到自己的国家即将败亡 看到别的国家敌国兴起 心里难免恐惧和害怕 先知纳红 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混沌 非常混乱的国际局势 在那样的困局当中 他的盼望在哪里 他的盼望 在整个纳红书的一开始 就让我们看见 在大历史变动的过程 他的盼望 不是厉害的国家 消灭不厉害的国家 不是他心中所渴望 依靠的国家 成为他们的支持 他乃是把眼光定睛 在上帝的身上 如果纳红书之前的弥加书 是谈历史里面 社会国家里面的故事 那么我们说 纳红书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 从永恒的这一端出发 家弟兄姐妹 在我们面对 我们的国家 社会和文化 不断变动的时候 难免我们会焦虑 难免会有许多的恐惧 不确定感和害怕 不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社会文化里面 总是有许多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期待 先知纳红提醒我们 许许多多的大历史都会过去 我们看一下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 这是纳红书里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段话 耶和华如此说 尼尼维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那个强盛的尼尼威也会过去 不论我们过去历史里面 读到的神圣罗马帝国 不论我们读到的 什么蒙古大帝国 我们读到的大唐 朝代 你看到一代过一代 一代过一代 没有哪一个地上的政权 能够永远长存的 这些都会过去 难是难在 我们就在历史的变动当中 我们常常眼光不知道看哪里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逻辑 就是人必须要用武力来保护自己 用能力来捍卫自己 你知道这个世界正陷入一个 军事竞赛的一个困局跟环境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武力 人会觉得害怕和恐惧 于是乎国家不断地购买各样各样的武器 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哪怕是最和平的瑞士 要确保自己的国防安全 也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你看到吗 这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人害怕自己被欺负 只好把自己的肌肉锻炼得很有力量 刚刚过去教会有一个夏令营 在夏令营的里面 我看到有一个孩子 中间上课跑出来 辅导就追出来 然后这个孩子情绪很起伏 这个孩子一直说重复的一句话 我要打他 我要打他 这个辅导一直安慰他 一直安慰他 他说我要打他 我要进去打他 我要进去打他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对话 这个孩子 透过一段又一段的分享 谈到他过去的成长的经验 谈到在学校读书的经验 人被环境塑造 好像透过回击 才能够确保对方 不会再欺负我 要让对方知道我也很凶 对方就不敢再跨过一步 好像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差别在哪里 当别人打回来的时候 我要打回去 来确保你不会再欺负我吗 上帝提醒纳宏 要纳宏告诉那一个世代 透过寻找各样国际 大国保护的 微小的民族 要让他们把眼光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哪怕是那么强大的亚述帝国 那么繁荣的泥泥围城 都要败落 任何一个对地上政权的倚靠 都将使我们失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盼望在某一个政党 我们的盼望在某一个国家 就上帝透过拿红书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把焦点转向上帝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政权 没有任何一个美好的君王 他会免于人性的罪恶 可以免于原罪的挟制 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 找到合乎上帝心意的君王 一个都没有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地上 找到一个合乎上帝的政权 一个也没有 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他不要我们在地上 透过建立政权的原因 来找到真正的盼望 当时候以色列百姓 曾经把盼望放在大卫王朝 但我们看见 只传了两代到所罗门王 整个国家就开始腐败了 整个君王 最有智慧的君王 也败起了别国的偶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哪一个完美的人 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 也不会有哪一个完美的国家 能够成为你现在 心里面那真正的盼望 我们看到整个纳宏书提醒我们 没有任何的强权能够永存 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你相信上帝掌权吗 你相信上帝掌权在你的国家 你的社会 你的教会 你的家庭吗 哪怕是有许许多多的 政治的权利起来 哪怕是看到某一个民族 欺负另外一个民族 我们为此愤愤不平 或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都要把眼光转向上帝 当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历史真正的主宰 是上帝 因为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上帝透过纳宏提醒犹大人说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这是从上帝来的应许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竞选 喊出口号 要让百姓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总是告诉你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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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尝试给你 勾勒各种的盼望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 把他理想的国度实现出来 但上帝却对我们说 过去我们受苦 但我们如果把眼光 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将不再受苦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是这个世界 过去就是世界 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世界使我们受苦 但如果我们把盼望 放在上帝的身上 上帝不再使我们受苦 因为我们因上帝而满足 哪怕是在变动当中 我们看见以色列 犹大一一的亡国了 但上帝仍然要牧养 他的百姓 上帝要亲自成为牧人 以色列百姓 犹太人不再把自己的 牧养人的焦点放在君王 而要回到耶和华上帝的身上 当我们开始 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开始看见那真正的盼望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在今天的祷告 我们求上帝帮助 那许多把盼望 放在政治权力 调整改变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在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政治理想的坚持 我们真正的盼望 是上帝的掌权 不是哪一个政党的掌权 是上帝的掌权 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 过度的投入 为他们祷告 让神帮助他们 即便投入某一个政党 但他们的心里面知道 那真正的盼望 在乎上帝的掌权 只有上帝才能够带来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参与在 各种不同的政治的实践里面 但是你知道 我们真正的盼望 不在乎地上的政权 我们真正的盼望 不在乎你 只有你是我们的盼望 只有你是我的主 我的王 只有你真正的掌权 才是你国度的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主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主啊 你帮助我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投入的时候知道 你才是我真正的盼望 主啊 你是弥赛亚 你是再来的君王 主你是信实的主 主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焦点在你身上 不再依靠君王 不再依靠人 而是相信神 你是信实的主 相信你的国 一直存到永远 主我们更知道 我们的盼望在乎于你 帮助我们能够可以 更加地定睛在你的国里面 主定睛在神你的意上面 主好叫知道 什么叫永生的盼望 好叫我们知道 我们心中的确计 跟指望在哪里 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开启我们的耳朵 也给我们一颗渴慕 真理的灵 主好叫我们真能够知道 让你的话语是解开 能发出亮观 引导我们一直到永生去的 主我们再说 主我们真需要你 因为我们软弱 主因为我们个人偏行几路 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被历史的洪流蒙住了眼睛 主让我们看见 你是信实的神 让我们看见 你是慈爱兼致公义的主 主一切的事情在你里面 终有实体与确局 主让我们更多地仰望你 以信心来祷告 能够可以更多地寻求你 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神的话提醒我们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和平 和睦 与人和好 与神和好 才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所身处的国家 不要陷入一个暴力的循环 不要用暴力 来伸张自己的想法 不要用暴力 我们要为债上掌权的祷告 不要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掌权者 陷入用暴力来保护自己 用暴力来欺负别人 我们求上帝把那个和平的灵赐下来 让我们的国家 能够在和平的恩典当中 继续地往前行 我们一起祷告 祝你祷告 祝你 设立国家 不要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 陷入军事进被的环境 祝你要帮助我们在上长选的 有和平的能备 祝那个和平的恩典当下来 祝你 让我们不用努力 不用暴力 不用困惑 不用困惑 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求祢用祢的恩典 领到这一个受苦的地理 祂为国家祷告 祂就是把和平的工作 把和平的领域下来 祂让基督主 我们勇敢地宣扬 真正的和平 不是用暴力打死的和平 谢谢 主耶 说我们既成为祢的儿女 主 我们就当使人和睦 主啊 在这和睦的过程 主 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知道祢的心意 不然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自己属神的意 主啊 我们怒气不能够成就祢的意啊 主啊 祢帮助孩子们 主啊 也真的特别为我们在上掌权的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官员们来祷告 主啊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 主啊 在各国军备这边竞赛的时候 主啊 我们懂得如何用一个谦卑的心 用一个委婉的态度来依靠仰望祢 主啊 我们不再用这些世人看来 好像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力量的这些军备 主啊 我们不依靠如此 主 我们也为这些官员们祷告 主 很多时候他们凌驾在百姓上面的这些言语的暴力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让他们懂得知道人民的心 主啊 愿意体会到人民的心 主啊 使这个国家充满神祢的平安 主 使这个国家在祢的恩典当中和睦相处 主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混乱的时局 我们都会强调乱世用重点 也因此在越混乱的时局 有许多偏激的领袖会被兴起 很多时候人看到这些偏激的领袖被兴起 似乎用很快的方式能够挣住邪恶 能够把犯罪的比率下降 所以他得到很高的支持 可是弟兄姐妹 上帝要我们不是用残暴的方式来统治 耶稣基督的工作是用爱来真正的掌权 我们要为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祷告 为着人心渴望的不是一个暴力效率的领袖 而是有爱 有从神而来真理心肠的领袖祷告 我再一次地邀请你为这个世界的强权祷告 为那些国家的基督徒祷告 让他们兴起为自己的总统 为自己的首相 为自己的国王祷告 好让那个国家的翻转 不是因为暴力 乃是因为和平和真理 我们祷告吧 家庭主啊你知道 我们整个的世界 总是很希望看见一个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获利 甚至是不惜用鼓励来镇压的领袖 主啊这是人性的邪恶 求求你帮助我们终于一个国家 能够追求的领袖 不是这样的别人 主啊能够有和平的领袖 能够有愿意用爱来宽戴的领袖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的国家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 就建造的人枉然劳力 主啊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整个的社会 主啊若不是耶和华来固守 就固守的人也是枉然警醒 愿你兴起更多更多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就是站在这个破口上面 站在这关键的点上面 永不放弃的继续的持守主你的真理 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让这些领袖能够更多的明白 唯有你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Amen 是的主 我们要说你是我永远的主 你永远与我同在 我们的安稳在你的手中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 Amen 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向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的手中 千古开始 全能真实 我尽快你